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因为嫁给一个错的人,而导致我成了离婚女人,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损失 我和她是在2012年认识的,那个时候的她一无所有,工作一般,工资一般,家境一般 而且穿着打扮都很普通,哪儿哪儿都让人觉得没啥优势 而我呢,家庭条件不错,虽然跟她同一个大学毕业,但是工作前景比她好多了 我之所以跟她恋爱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我刚分手不久,一个人处在失恋阴影中很痛苦 第二,那她和我前任相比,虽然条件比我前任差 但是感觉她整个人踏实稳重,这是我后来才总结出来的 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就觉得她对我好,懂得关心我,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开心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对婚姻和爱情的认知算不上懵懂吧 但也就不会考虑那么多的现实因素 思考问题的时候比较简单 我很单纯地觉得,只要找个对我好的人就行 至于有钱没钱没那么重要 反正我自己什么都有 所以,跟她恋爱之后,我几乎没让她花过什么钱 因为她本来工资就不高,还要每个月给家里寄钱 想着只要她在感情上对我好 物质上的话,谁多付出一些,谁少付出一些,没那么重要 我条件好,我就多付出一些,也没啥 而且,在她有限的条件里,她也总会给我制造浪漫和惊喜 给了我一种,我有的不多,但已经在努力给你最好的那种感觉 最开始,一切都还不错的 关系融洽,甚至可以用甜蜜来形容 我们在一起谈了三年的时间 后面感情却越来越坏 我怀疑她出轨了 具体体现在,玩手机的时候躲着我 有时候接我电话很敷衍 有时候周末一整天找不到人 而她一个从来不喜欢加班的人,平时下班越来越晚 但我也只是怀疑而已 因为我坚持不和她同居 所以能了解到的信息还是比较的有限 我找不到证据 又懒得为这些事情费心费力 就直接和她沟通 告诉她如果有更好的女人,就和我断了联系 但她失口否认,找各种理由搪塞我 有的理由我估计她说出来自己都不信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了 反正她也就失口否认,说我疑神疑鬼 也没有尽力去想办法打消我的疑虑 一直一昧地跟我正面刚 之后我们就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中 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已分手告终 跟她分手之后,我们互相删了联系方式 没有再联系 再往后,我有了新的爱情 也就渐渐淡忘了她 可是,我的新感情也好像没有持续多久 又分手了 那之后我就没有再恋爱 对感情有些心灰意楼 有点想要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去年下半年,她又重新联系上我了 我的手机号一直没有换过 她记得那天她给我打电话说了好多的话 重申当初她没有背叛 说我之前对她的帮助很大 说对不起我 说跟我分手后一直没有恋爱 说一直幻想跟我复合 说要重新追求我 虽然没有被她的话打动 但我没有拒绝她的重新追求 一方面,我对她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她说要重新追我的时候 我心里居然有些高兴 另一方面,我觉得过了这么久 她似乎有一些改变了 感觉变得好像比以前好了 的确,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她表现得非常好 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细致如微 我因分手产生了对她的戒心 就这样慢慢消除了 最后又开始重新信任她了 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她当时跟我说得特别好 说会加倍努力工作 让我爸不看清了她 说以后一定要朝着我们的幸福生活 努力奋斗,巴拉巴拉 跟你妈传销一样 但我被洗脑了 结婚的时候 象征性地要了六万块钱的彩礼 没问她要房子和车子 房子是我爸全款给我买的 车子也是我爸送的 当时她提出房子写两个人的名字 我是觉得无所谓的 但是我爸不让 因为是她买的 最后还是按她说的 只写了我的名字 现在想来 我爸还是比我有远见 果然江还是老的辣 结果结婚一两个月 他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我以为他整个人 会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变好了 但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 反而比以前更糟糕 他结婚的第二个月就辞了职 说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想换一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 我以为他休息够了 就会出去找工作 结果一等再等 他却丝毫没有动静 实际情况是 他辞职之后一直闲着 整天在家里打游戏 吃外卖 衣服袜子也到处乱丢 垃圾也不到 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我每次催他出去找工作 他会很敷衍地答应 说好 过了两天 却还是一动不动 我问他 你是不准备找工作了是吗 他没有否认 半开玩笑地说 有你养着我就够了 反正我们没有房贷 你有工作 生活过得去就行 我没有必要 非得累死累活工作 虽然不知道 他说这话是什么心态 但是这也太厚颜无耻了 我当场就朝他发了火 有手有脚的 天天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 还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差点被他气傻了 老娘什么都不缺 更不缺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那是第一次吵架 之后还有几次 因为之前有跟他分手的经历 这些吵架又勾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所以对于他 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 因为我意识到 好像他其实也没有变得怎么好 甚至变得更糟糕了 以前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说出这种吃软饭的话来 从他说出这句话开始 我就慢慢断绝了对他所有的期待 忘了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吵架 我跟他提出了离婚 这时候他的无赖嘴脸就露了出来 他跟我说 老婆 你要离婚就净身出户 否则免谈 我反驳的 你休想 方是我爸买的 在我名下 要净身出户的人是你 不是我 我是真的被气笑了 就这智商 还想着吃软饭 坐吃山空 老娘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看上了他 他还跟我说 我不净身出户就不同意离婚 我只好解锁离婚 让他净身出户滚蛋 我本以为 这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万万没想到 他妈妈跑来心事愤罪 气势汹汹地跟我说 儿媳 离婚是你提的 要走也是你走 凭什么让我儿子净身出户 就凭房在我名下 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你儿子没赚过一分钱 一直都在花我的钱 我没让他还钱 已经算是人之以尽了 他虽然觉得理亏 没再和我争乱 但却不愿意善罢更休 在小区里面败坏我的名声 说得好像 我欠他们家很多东西一样 我也不是好惹的 以前是顾及家庭颜面 但现在 我对这家人 已经是深恶痛绝了 我不想任由他胡说八道 就当着众人的面 把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了 好在大家也没有那么好忽悠 不是由着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周围人的舆论也开始偏向我 平时聊天也劝他 行了 人家女方又没让你儿子还钱 已经人之以尽了 是你儿子不对 而且财产和房子都是女方的 让他净身出户天经地义 你再说女方不对 只会显得你自己无知 最后离婚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谁也别来招惹谁 不过对我来说 这也算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唉 我为什么不一直过我的单身生活呢 为什么非要和前任复合呢 都已经分手那么久了 难道不知道 人是有可能变坏的吗 好在吃一剑长一智 经过这件事情 我还是有一些感悟和成长 以后在面对感情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更加成熟理性一些了 只是经历了这样的婚姻悲剧之后 怕是我以后都不会再想结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